词曲 李宗盛 希望大家这个问题也应该经常探讨 或者思维研究 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个别的人来讲 现在《俱舍论》当中说什么 《十论金刚》说什么 到底我们佛教的这些观点 可能很多人这一点也不懂 但稍微对佛教的观点懂一点的 让我们以前的一些 像天文地理的教育比较深一点的 这样的人看来 哦 佛教里面说的肯定是假的 你看虚明山哪里都找不到啊 虚明山找不到 所以肯定是佛教所说是假的 或者在地球上 虚明山是从哪个地方找出来 这样不管是你从星球上也好 月球上也好 地球上也好 还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大西洋 太平洋 四大海洋当中 要寻找现在的我们的 其他海洋的话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就根本没办法的 而且我一看见 以前有些资料当中 有些人站在佛教的角度 他还是费用他的脑筋 然后说是 七大海洋如何如何 现在我们七大洋 四大洋和三个洋 是应该分别为如何如何 他就是特别特别地 想着把它融合一体 但是这个根本没办法的 因为他的形状 云形等各方面是不相同的 希望在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 对世尊所说的缘起空性 首先应该生起定解心 我们对定解报道论 还是有一些理解吧 这样以后 我们昨天用一万岁的比喻来宣讲 应该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真正 不用说我们佛教的观点 世间的有些观点 有些可能是 我们没有学过地理的话 是现在的地球 这些也是人识的比较粗强 也不一定懂 昨天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我们聊了很长 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都忘了 后来他提起什么呢 说我们在司法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叫做谢老师 他给我们上天文学 当时他就说 这个地球在空中是怎么运行呢 就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地球在动 然后他当时说 我当时给谢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地球上既然这样在动的话 我为什么感觉不知道 我天天都是在运动 然后谢老师马上生气 不高兴你们这些人 莫名堂的 莫名堂的 提出这些什么问题 他一天都没有说话 我都忘了 现在有时候一点也是记不清智 但有时候确实 从小的时候 我们对天文定理的学说 是一种奥秘 不要说是我们佛教的 从世间的天文学的角度来讲也是 现在有些天文学家 他们一辈子当中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一种密 真正的有些解开他的密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应该回答问题的时候 佛教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并不是一样两眼 就随随便便能回答的问题 所以有些问题 我们也不用跟他回答 如果他真正有一些佛教的基础 而且是比较公正的 这样我们可能通过用很多的语言 再可以给他进行说明 有些人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回答一定要广说 不广说的话 肯定说不清楚 比如说昨天 虚明山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你应该用佛教当中有不同的 几个学说和观点来给他进行解释 然后再加上佛教大乘空性和 密宗圣灵金刚 有很多的论典来 给他进行认证的时候 他如果是比较客观 公正的话 应该是能解释的 因此像这些 我想尤其是我们现在 科学可以说是通飞迷惊的 比较发展的时代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不懂这方面的理论 当然是 作为一个善理 修行闭关的人来讲 对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经常接触一些 现代的文学家 科学家 或者是一般的一些知识分子 你如果没有一个说服力 可能说不清楚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问题也应该 大家都是要分析 不分析的话 我们佛教徒光是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说个这样的话 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别人给我们出难题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光说这样来解决问题 真的有点困难的 应该用这个 如果只要我们懂得佛教的道理 佛教完全有能力 有办法 而且有一句说服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对佛法的了解太出现 一点也是不了解 这样一来 很多佛法甚深的道理不能了解 这一点是我们的缺点 因此佛法确实是有 比如说天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法的时候 它有它的特长 然后用我们哲学的研究 哲学方面来研究 它有它的特长 然后从我们其他的一些文学 或者艺术 或者一些四个的角度来研究 佛教可以说是一种暴露望向的 他任何一个人如果进行去研究 真正能得出他的精神勾念 因此我们对佛法应该不但要生起信心 而且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有一种不可摧毁的见解 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昨天关于世界观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 如果这一点不懂的话 恐怕现在在社会当中的有些人 可能对佛法产生怀疑 进行毁谤 也有这种可能 因此我们应该站出来 给他们回答 我们佛教的学说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佛教的这些所有的道理 就像蒙蓬仁波切所说的那样 比如说已经大米里面三两包括的 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现在科学的任何学生 全部在包含佛教当中 佛教它能显现的 不能显现的 全部已经说明得清清楚楚 我们科学只能通过一切仪器 感官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推算 这样以后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这个完全都是不讲通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经常应该需要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讲刚才前面的恶趣已经讲完了 然后就是讲善趣天戒 善趣天戒分 余地相念和地之不念 分两个方面 余地相念四大天王三十三天 第一个四大天王 以无量供和以善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以无量供吧 讲这个道理 那么天戒 日月的话 一般属于天戒当中 三王边 无时无亦 无时亦有心 无夜落日 日落月真无 与皆日处为同时 他这里这样的 月亮位于序密山的一半 三万半 昨天我们说 序密山有八万有心 太阳和月亮在昨天赤双山 赤双山大概是四万有心的地方 他从这个上面开始出现 允许 然后他的距离组成 也可以说是他的至今 至今 无时有心和无时亦有心 分别为他们的有心 也就是说 无夜日落夜真无 以及初日为同时 他这里东南西北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南战部族 是白天中午的时候 然后北举露族 他是晚上百业生根 其他的 比如说像东圣圣族和西牛河族 分别为日落和早上 这样的时间 所以从这里 我们昨天也讲了 如果我们没有懂得现在的众生意里 不同的缺说和道理的话 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像美国六月 我看美国六月 还是在波士顿 应该是在波士顿那个地方吧 应该在那个地方 晚上十二点钟 这样的话 美国都已经成了 南战部族的对方 已经被举露族 已经成了这样的 但这个我昨天也讲了 这个我们没有必要破它 只是这个举手论的学说 是一种须觅善为主的 这样的学说的角度来宣说的 所以这样的宣说 对有些众生面前来讲 也有现实的 但我们现在众生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是可以这样承认 这一点承认 没有什么的 按照我们现在天文学 怎么样承认 我们这个佛教徒也是如是承认的 佛经当中为什么不说呢 不一定要 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业感现象 不一定所有的宣说 但是直接和间接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有造出来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是在以前印度 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 这个须觅善和整个世界的 形状和变化就是这样的 但后来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 所以现在变成地球是圆的 那这种说法是肯定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现在可以说 出世或者转法轮的 现在时间来算的话 从汉地主操 从这个时候可以 基本上是比较公认的 那么这样 你现在是有两千多年 那么两千五百年 现在时间上公认的 两千五百年左右了 两千五百年之间的历史来看 整个世界并没有这样变 虽然有一些身衰不定的变化 但是根本没有说是当时的世界 突然变成一个远行 这这样 我们站在有始终和威武论的观点 那么突然已经变成这样 这个肯定说不过去的 以前《宝积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印居山 印度印居山 它是各种各样的珍宝组成的 但是有些智者后来说是 因为众生的福报太浅了 后来慢慢慢慢变成土石了 这种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哪一个草带当中 在哪一个时代把原来的珍宝山 现在变成普通的山 那么这个也应该通过 名言当中的历史学说来衡量 但历史学说来衡量的时候 根本没有 印度一代一代国王的传承当中 哪一个时代当中原来的珍宝的虚弥山 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 这一点也不能说的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当时人们的传统和习惯 还有加有一些论典上的思学的夸张 这一点应该是有的 昨前天我们 嘎尔玛巴回答的问题一样 就像有些以论典当中所称呼为主的 有些人们民间的传统为主的 因此论典上我们理解的时候 也应该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大家好像在这个论典当中所讲的 和那个论典当中所讲的不相合 有点不相合 或者是有点说法不同 说法不同的时候 以为是 这个是肯定不准确的 马上要一取一舍 这样的态度是不符合科学的 也不符合逻辑的 因此我们应该要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这个分析的话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的相续当中 没有佛教和科学的这些知识 然后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顺顺便便用一两句就开始断言下决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现在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吧 如果没有我们众生的业力 以这个前提下 没有进行观察的话 就像是现在的 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 相当于是在《据事论》里面说的 被举授和南赞部主 有这种差别了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必要破斥它 也没有必要破斥它 也没有必要 非要把佛教的虚明山和科学的地球 两个合在一起来讲 这是我们讲也讲不诺 饿鬼他亲自所见到的龙 人亲自所见到的水 那么人面前你说这个肯定是龙 怎么样说的话 肯定不可能的 我现在刚刚喝了一碗 刚刚喝一碗 根本不是龙 龙的话我肯定会脱下去的 如果饿鬼在这里的话 饿鬼刚才喝的那个龙 我怎么样说 你这个是赶落 你这个是水的话 他也根本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 我们佛教徒也是现在依靠这个世界的话 肯定会显现地球是圆的 这是我们用限量 必量很多方面来成立的 因此根本琴彭给多谢格西说的 真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想把地球不是圆圆的 通过来证明 然后根本琴彭说是 别人不孝着你都是可以的 别人可能不给你回答 因为他显年见到的是 他想你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啊 就是他根本不会给你回答 所以我们以后在 关在世间的问题上 尤其是年轻人 我想以后 还要对佛法肯定要做贡献 在做贡献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一点智慧的话 现在世间的人们 他的思想非常非常的复杂 如果我们没有一点说服力的话 他完全不会接受 如果有一点说服力的话 现在这些人的世间的念头 很容易摧毁 所以我们有时候 自己有智慧的时候 也不要自己非要我 还是自己要修阿罗汉的过位 一直是坐在寂静的地方 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候 还是出去 或者自己得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应该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很多的知识分子 很多分别念比较重的大学生 这些人 这些人的时候 应该用佛教的逻辑观打破他们 这样真的有时候 还是种下善根非常重要 自己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还是弘法利生是很重要的 昨天持证罗诸堪波回来了 我说你这次跑了一两个月 到处都乱跑 看你结果怎么样 可能现在心很烦吧 他说 挺好的 我在这里做了 给他们讲一个多月 给他们讲闲广众众论的话 反正讲了很多年了 也许他们不一定生起很大的信心 因为以前都是讲过很多了 但是在外面的话 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佛法 然后跟他们 不管是要他们断杀身 很多方面的 我自己觉得还是充满信心 以后我还要跑 确实我想 真的自己得到一定境界的人来讲 还是弘法利生的誓言非常重要的 自己如果我们有些 自己相续没有成熟的话 你去到外面去弘法利生 结果你自己堕落在那里 就像扎盖山法里面讲的 原先是弘法利生 结果把你已经落到那里 就像弘法利生的 扎盖山法里面有个很好的比喻 结果自己也是逃不出来 有这样的 但是自己稍微对外缘 根本不撤回自己相续的 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要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 我想会遇到很多的知识界 有各种各样的层次的人 那么对他们面前 有不同方法来说 我们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的 他的超声的智慧 这是觉得非常重要 应该我们有时候 像我们上师如意宝的加持下 在心里面的人 对佛法的理解 恐怕在现在的世界当中 很多地方很难以寻觅的 这不是自己夸张 自战会谈 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多年以来 把大乘 小乘 密乘 所有的佛法 学习得比较屠实 比较圆满 这样很多人的相续当中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真正对佛教的见解和修行 已经有个很坚固的 稳固的定解 所以这个在作为一生当中来讲 我觉得可能非常重要 很多人以后不一定有 一直善知识的机会 或者万一我们学院不存在的时候 但很多人的心底相续当中的智慧 还是跟随着他的一生 跟随着乃至生生世世 这样的话 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我们在这里获得了很多钱财 财产 这个财产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消失的 但是与自身的潘水座的这种智慧 真是乃至生生世世的 很有必要的 所以希望在佛教的见解上 方方面面应该砸下 比较稳固的见解的梗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下面就是讲什么呢 下面就是讲刚才那个月亮 所以我们这个月亮 太阳这个学说的话 现在这个月亮的它的距离 至近 半近 还有整个它的筑场 这些肯定现在的说法有不同的 但是不同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 也不用害怕 有些对佛教不太了解的人 一看都是 哎 你看那个 科学里面就是说 太阳有多少多少公里啊 这也是科学已经发明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众生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害怕 有这方面的疑惑 但这方面根本不用疑惑 昨天我讲的比喻 应该是有一些可靠性的 希望你们还是在经常 我们方便的时候应该书面 可能说出来也是对大家 有一点点利益 尤其是昨天我们狱主观的这些学说 还是到时候弄一个小小的册子 这样也有必要的话 你们这样也可以 下面这样讲月亮 他日月二者违为何处呢 日月是从水面间 向上须弥山的一般 即就是四万有旬的地方 他日月为照须弥山转 按照《居士论》的学说观点是这样的 然后日月的量是多少呢 月亮的至今是五十有旬 太阳的至今为五十亿有旬 稍微太阳大一点 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主场均是至今的三百 这是一般数学当中也是 它是生一善的 厚度为五点五有旬 再加上十八分之一的有旬 这是他们的厚度 也是相等的 那么他们又是什么物质制成的呢 什么物质构成的呢 月亮有水晶构成的 具有清亮的作用 太阳有火晶构成的 所以有作用发热的 并对眼睛有害的 我们灌脱嘎的时候也是 如果灌太阳时间太久的时候 心底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时间太长了的话 对眼睛有害 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灌月亮 灌月亮的话 月亮是带有清亮性的 因此对眼睛有虑的 其他方面 二者均是相同 在它的上方有镜子围墙 下方有五彩斑斑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 妙载 还有花园如意树 以及各种鲜花 成形 现在成形 科学里面说是什么 比如说九大星球 也有很多的 最近美国也没有载人航天 是一般十年的机器 到火球上 准备在百年看看在火球上能不能生存 能不能有水 这方面现在的科学 也比较先进吧 中国载人飞船 落到地球上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特别在意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 如果你真正通达了佛教的 一些缘起空性的教义 这些不是非常奇哉的 不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这一点可能实人 是根本不承认的 所以是这样的 它《行政摄氏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大行政十八文句 然后小行政三文句 多数十文句与十二文句 它那个距离大小就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以现代科学的说法 以星球的说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 也有一些比较相同的 这些也有一些相同的 这里的文句 文句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数量单位 它是一种距离 衡量距离的单位 我们一般来讲 人都能够讲 两种距离的 获辞多 在仁门当中有这样的口诀 他说是五百公 我们人用五尺 一般就是五尺是一公 然后五百公就是一文句 然后八文句的话是以有询 八文句的话是以有询 所以现在用尺寸来量的话 他们有些书里面说 尺寸来量的话是以有询 以有询是二十六十例 这样来算的也有 有些书里面 但一般来讲 文句和公 然后十论金刚里面 我看十论金刚当中 二十四只算一周 然后四周算一公 二十四只算一周 四周算一公 两千公算一文句 文句就是我们的汉语 在印度语当中 叫做俱罗舍 就是俱罗舍 它那个有询叫做玉山那 所以刚才十论金刚 二十四只算一周 四周算一公 两千公算一文句 然后四文句算一有询 十论金刚对文句和有询之间的算法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如梦》和《举手论》里面的算法 也应该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说是五十一公 然后五百公算一文句 八文句是一有询 所以这个有询专门我们衡量的一种单位 那么太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照耀四周呢 就是从北方午夜的时候 东方落日 南方这时候中午 然后西方刚出日 同时 那么这个世间是同时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是按照《俱舍论》的学说 太阳为俱密山转 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南赞部族》中午的时候 他们被聚落主的 晚上十二点钟那样 那么这样的话 东生生主当时是刚是日落 西牛火主早上的时候 这样这四个时间同时的 以此类腿 西方午夜的时候 北方落日 东方正午 南方出日也是同样的 同样南赞部族是午夜的时候 西牛火主落日 这里有了 北居落主的话就是证悟 那么东生生主日出世同世 这就是主义相当而言的 这是比如说我们夏天冬天吧 我们通过天文的第一算来算的时候 夏天24小时 白天24小时 白天12小时 晚上12小时 这个时候应该 时间是这样同时的 如果白天稍微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 晚上比较短 然后秋天的时候 晚上比较长 那么这个时候来算的话 肯定不是同时的 所以如果白天和晚上 完全相同的时候 那这样来算的话 应该是 我们这里中午的时候 在北居落主的完全是 晚上十二点钟 应该以这样来算 这是居舍论的宇宙学说 应该这样来推算 那么下面我们说时间 什么时候是动之 按照居舍论的话 什么时候下之 这个动之和下之的话 居舍论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名词 叫做日会 日会的话就是太阳回来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太阳一般来说 像冬天的时候 叫做太阳向南方运行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太阳向北方运行 所以太阳已经到了南方 然后要回来的时候 叫做动之 我们一般在居舍论当中 称之为日会 就是日会 下面算是日会的时间 也就是说 因为居舍论的学说 它牵涉到很多方面的 所以它这里牵涉到一些天文学方面的 那么天文学方面 按照居舍论我们存下秋土 世间人们存下一年四季 一年十二个月四季 一年十二个月四季怎么样运算 怎么样认识呢 它有它的一种独特的观点 它有其他的 我们世间的一些学说和 现在我们农历和藏历的说法 完全不同的一种学说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了解 居舍论对整个春夏秋冬的认识 它有一种不同的观点 这一点就是我们下面要认识 那么它这里是怎么讲的呢 夏季第二月之末 自九日起夜晚长 夏天的时候 夏天按照居舍论 因为按照居舍论 它只有夏季 冬季和春季 没有秋季 它是三季 我们一般世间 一年四季也有 一年六季也有 就是有几种说法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普遍人们都认为是一年四季 经常这样的 但是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是一年三季 它是在十二个月 一季有四个月 有四个月的话 它就包括在三季当中 它所谓的秋季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秋季呢 他们按照印度地方的观点 认为秋天的时候 它花开 这些已经处于夏天当中了 然后花已经没有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冬天的时候了 所以可能印度的天气就是这样的 但我们藏地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吧 到了秋天的时候都已经冬天了一样的 九月份的时候都开始下雪了 所以没有秋季也是应该可以的 因为夏天还是比较明显的 春天也比较明显的 春朗花开很长时间 比较明显的 然后冬天比较长的 尤其是我们在藏里 冬季有七八个月 这样可能好一点 夏季一个月 两个月 春季有三四个月 现在这里的时机并不是很分明的 但是在汉地 别的地方说话 可能时机比较分明的 尤其是像云南 在那里春夏其冬的节日比较清楚的 在印度当时按照聚首论的观点 应该分三集 这样他这里说是夏季第二个月的月末 月末实际上是我们所谓的下制 这是聚首论的算法 我们的算法夏季十二月份不是这样算的 如果夏季十二月份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的算法过年是 比如说冬礼吧 冬礼和藏礼基本上算法是一样的 也是一年四季 这样的话过年的圆月一号 算是春天的开始 然后春天三个月 夏天三个月 秋天三个月 冬天三个月 这样的话夏天二月份 从我们这个一年当中 应该冬礼三月 四月 五月末 应该这样的 但是这里是聚首论夏季的二月份 聚首论夏季的二月份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 一个算法是不同的 他意思就是说 聚首论夏季二月份的末 也就是说 从九日开始 晚上的时间比较长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下制的 他二月份的末 也可以说六月的九月开始下制 然后晚上比较长 冬礼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所有冬季四月中 那么冬至就是 所有四个月当中的第四月份 所以你看他这里 一个期节应该分四个月 这是聚首论的颂词里面 也是有明显的 以前有些聚首论的注释当中 问聚首论师为什么是 赐一年三季的观点呢 然后有些智者回答说 这是根据世经论师 他的聚首的颂词都很明显的 如果冬天有三个月的话 那么为什么颂词里面说是冬季四月中 为什么说四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算法 冬季四月是没有的 冬季三个月就是这样的 所以从他的颂词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冬季有四个月 四个月当中会冬至 我们所谓的冬季 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白天开始变唱了 白天就比较晚上 他原来的白天 断天的白昼 原来一直是晚上比较唱 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上课各方面 我都比较喜欢晚上唱一点 比较唱 但是前一段时间 冬至开始 以前的白昼比较短的 开始有变化了 现在越来越晚上比较短 晚上比较短 然后就这样 这个与前面白昼端相反 主义常为义顺月 热心难白施方之舍 他这样以后 他每天 除了冬至或者夏至的话 如果是晚上或者白天 每天都是一续一续的 这样逐渐的端 或者逐渐的长 比如说我们冬至 过了冬至以后 每天都是一续渐 晚上开始断了 每天晚上就断了 白天一续渐就开始增加 然后续渐 还有群渴 世间 妙 这些也是在《据手论》当中 专门有一个世间单位 这个我们到时候 可能要介绍一下 因为一方面 它这里有世间单位 重量单位 相当于是 我们以前学的一些理想 和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这些还是要用 什么叫做虚语 什么叫做顷刻 这些没有懂得的话 在佛经当中经常应用的 经常应用都是我们会模糊的 有种迷惑的 所以它是这样的 主要称为一续语 日行人的音乐热论及趋劲 日之音子必显愧 这个下面我们还在讲 下面就是说 那么夏季 冬季 日会再何时呢 日会 或者是冬至和夏至 世间人们经常说冬至和夏至吧 实际上是跟世间的算法和巨石论的算法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葬礼的算法和冬礼的算法 也是比较相同的 比如说现在的冬礼算法 一年分十二个季 比如说像春天的话 它有六个季节 六个季节是离春 古语 还有春青等等 就是由这样来分的 然后夏天的话 夏满芒夏 受项链 是吧 反正以前那个小孩子的时候 看过这些都忘了 这方面也有 夏天的话 它有它的一些算法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藏礼的算法 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的算法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巨石论和戒律里面的算法 也是有点不同 戒律当中一般承认为一年六季 一年六个季节 这样算的 它这里完全是由巨石论的算法 巨石论的算法跟戒律也有相同的 那么这里的新年的开始 就是从冬天的第一个月开始 即新年开始 所以按照巨石论的过年 应该是冬天过年 也就是冬天第一个月的开始 适合过年 有一次法王如意宝说 我们开慈明法会的时候 说是开慈明法会应该是提前 就是好像说什么 当时巨石论的过年的话 就是早就已经过完了 现在我们的过年的话 也不想巨石论 也不想龙力 今年的不一定过年 但是也许凡是过年的话 还有大概十五天吧 今天可能因为法王美美去世的话 不一定过年 但是我们可能要休息几天 休息几天 因此那天的时候 我们还是准备了一点吃的 虽然没有什么很开心的过年 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比较累 因此应该在慈明法会 正是现在愿意一日 只是冬天和藏地都比较相同的 但是按照巨石论的算法 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他这里就是这样的 对于七级的观点 虽然有许多说法的 十论金刚的说法也有 戒律的说法也有 巨石论的说法也有 然后天文学也有很多的大智者的说法 比如说我们藏地的话 就是门凤仁波切的观点和格鲁派的 格鲁吉的观点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有的门凤仁波切真是非常精通天文的 他的自作一看 但是我们都搞不懂 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世间的天文也不太懂 再加上现在的理算 对于我的话 像天文学的理算一窍不通 有时候特别羡慕 哎 这个门凤仁波切的智慧真的 因为他的作品当中 专门讲天文学的理论非常多 十论金刚的大数大概有七百多也吧 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给我们 观十论金刚的时候 就是门凤仁波切的大数 当时高巴坎波给我们两个传承 特别特别多 有一年当时大家都是 请求上师如意宝传那个十论金刚大数 首先上师已经答应了 很难也没有传 因为上师没有传的话 我们对十论金刚的语主学说不太懂 只不过有时候是翻一翻 这个十论金刚 但摩坟仁波切真是天文理论方面数非常多 按照摩坟仁波切的观点都已经说了 说是这个应该是按照印度的居士论的观点来算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藏理和隆理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有出入 所以他这里刚才已经讲了 虽然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在居士论的辞出 藏理的九月 十月 十一月 然后四月分别为冬季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 这四个月就是我们九月 前一段时间我们九月份的时候 开极乐法会的那个月的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之间算是冬季 我看居士论的算法还是很不错的 应该是这四个月是冬天 还是可以的 然后藏理的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这个是春节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就是夏节 夏天的时候有四个月都是多好 特别希望夏天应该有 在其他大城市里面夏天的时间特别长 花开得也糟 摸得也很晚 所以夏天的时间 在藏理的话 不过我们这里还算是好一点 在市区和靠近钢得色那边的话 夏天的时间更为短 那天我们在这里刷包子的时候去市区 那时候他们那边就开始下雪了 我们这里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他按照居士论的算法一年三级 一年三级就是这样算的 我看自己还在这里刷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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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